我隆重的给你们去介绍一下 很多人都误以为我这一棵是九节茶 其实它这一棵才是真正的九节茶 来我们两个对比一下 先看一下这一棵 这一棵呢 它的名字也叫九节 但是它不是九节茶 看一下它的果和那个九节茶长得很像 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是 然后它的叶子边边看到没有 是圆的 然后它的一个杆看到没有 它也是有一节一节的 但是它和九节茶明显是不一样的 我手里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九节茶 看一下它的果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它的叶子看到没有 它的叶子边边都是有一牙一牙的看到没有 和刚才那一个是圆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以后我们到户外一定要认清楚这个九节茶 来看一下它的杆看到没有 它的杆看到没有 它嘟起来像个鸡腿一样 对不对 而且很光滑 以前我们一些老人家到户外都会拿一些回家 是挺不错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九节茶 大家以后上山一定要分清楚植物 不要搞混了 因为有一些植物搞混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危险 对吧